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聊天节目 今天我们聊到了资本市场的各种变化与挑战 从境外资本如何进入中国股市 到老股民和新股民之间的心态差异 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有些人甚至形容资本像是舔着血的狼 不过也有观众提醒大家要保持耐心 因为政策的影响是长期的 渐进式的改变才可能带来实质的效果 接着我们也讨论了目前的市场情绪 有些老股民因为对市场的不确定性 感到惊弓之鸟 而新股民却像出生牛犊 无所畏惧地进入市场 大家都在期待未来能够从政策式 转向市场主导 这样或许能让股市有更好的表现 当然市场上也充满了矛盾与激烈的情绪 让我们不禁思考未来的走向 最后我们提到了一些更轻松的话题 例如极光的美丽和小胡儿的可爱 让整个对话更添趣味 希望大家在这一连串的讨论中 能够获得一些启发与反思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一页下话现亏 说非常理解 但你要知道资本那是另一个世界 或者您可以看看香奈尔 LV还有啥酷起 这些公司的竞争历史 Guten Talk 0000说 境外资本进入中国股市 做耐心资本 一页下话现亏 说他们才是舔着血的狼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公司 我能风卷残云般给你吃光 Fong GX Winery说 资本在国内就是权利的狗 要你养哪就养呢 一页下话现亏 说总有不听话的狗 Guten Talk 0000说 当然核心资产不可能被掌控 一页下话现亏 说总有新的小狗长大 Fong GX Winery说 就像你说地产泡沫怪地产商一样 笑死人了 大头不都去政府那了吗 Guten Talk 0000说 大家有点耐心 老何都说了 中共办事有章法 一步步推进中 笑容可拘 一页下话现亏 说2019年之前 可以说中国人信心最强大了吧 刚刚打完了贸易战 生意越做越大 对美国的仇恨很高 外交辞令激烈 国民情绪高涨 但股市也没有涨 Fong GX Winery说 中国有什么东西 是政府不让涨能涨的 谁说银行会注资 一页下话现亏 说中国恰恰是因为总是政策市 所以才有那么多年的熊市 Fong GX Winery说 这里不是说股票不让涨的哈 市也说各种政策行动会相继出台 反应对今年基地厂资本赴产 Fong GX Winery说 老股民那听说的 市也说资管开放 一页下话现亏 说我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有这茶 没听到呀 谁说二页市场 Guten Talk 0000说 巴克来 EPFR数据显示 过去一周 中国股市获得创纪录的 390亿美元资金流入 其中300亿美元来自国内投资者 90亿美元来自外国投资者 日本股市流出90亿美元 为近20年来最大单周流出 新兴市场获得创纪录的 410亿美元流入 程大厨说 竟瞎扯 19年贸易战才刚打到一半 实业说 肩并重组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所以我认为 这次如果能从政策市 改成让市场慢慢做主导 那么市场会给予不一样的反应 Fong GX Winery说 好像是飞机被撞那年的事 被老美 一页下话现亏 说 哦 打到一半是吗 那是我不对 可那时候 国民的情绪也是高涨的 Fong GX Winery说 还是大使馆被砸 我忘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那个太久远了 应该是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 那个时候 我还没做股票呢 Fong GX Winery说 是的 很久以前 我也是十五年开始玩的 一页下话现亏 说 我十四年 石木 说 今天看了李奇博士的思想先驱报 也有这种感觉 但老百姓哪能看得这么宏观呢 新股民出生牛犊 老股民 机构都如金弓之鸟 一有风吹草动就跑了 一页下话现亏 说 神奇的是 我十四年买到了中国北车 Fong GX Winery说 那时候老习还没收拾完那些常委 一页下话现亏 说 后来才知道 对于十四年之前的老股民 不会买这个股票 只有新股民 才会不怕死去买南北车 那时候疫情之前 民众力气很重 一边是强烈的反对声音 另一边是强烈的反美情绪 Fong GX Winery说 就像实体一样 股市也是一堆烂账等着他 当然我是很讨厌他的 但是必须客观 老钟 说 我和老和同学的想法一样 希望以鼓作气 激起大家有钱的感觉 从而激活消费 激活经济 既然不想再搞房产 新制生产力和高科技 还是能容得下 这些增发的资金的 可就是正这个笨蛋 领会了领导意图 但就是不会鼓动 不会鼓动也就罢了 还带了几个小丑 在那些人精面前 演得那么令人反胃 不过 好事一般都不会一蹴而就 一波三折 或许才能体现 老大谋划的雄心 Fong GX Winery说 现在应该是49年后 少数的力气中阶段好吧 矛盾非常激烈的 30号那天我就说 这么晚 以地鸡毛怎么办 日子不过了 大国不可能打输不起的战 Fox说 At least Fong GX Winery说 只能以手代工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现在没有吧 很多东西 在疫情结束后 得到了释放 但老百姓穷了是真的 Fong GX Winery说 不想聊这个了 等会说带头反共 老钟 说 对 不聊和政治太近的东西 因为这并没有用 想当劣势都不行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得了 我是最胆小的 Fong GX Winery说 老何要我瞎猜下国家队的想法吗 后面大概什么剧本 10月说 上面点了很多点 资本市场 根本性的 各种相应政策计划出台 Fong GX Winery说 那不说了 要知道 其实金融咨询是要付费的 我玩游戏去 谁说 基金入市 注资银行 金并重赌 市自扩大 市管开放 资产振发 即使有如此变化 个人投资 仍然万万小心 Guten Talk 0000说 深秋大爷现身了 莫被打 依然对自己的说法这么决绝 14600点 谁也说好玩 Guten Talk 0000说 众人皆罪 他独行 甜点 说 小心是形容词 一万个都没什么用 资本市场本来就是最敏感的 注定是要大部分付出代价的 任何国家都一样 你和李奇上次节目都说了 美国上市公司 破产超办 所以所以 为什么要进去外 进去买什么 What 要怎么做How 而Risk 永远是第一条 没有体系量化 质疑你说 凭感觉可靠吗 有 神人 还有传说 Winnie说 预测未来 并赢取博弈币 2024年 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怎样 国会的权力平衡 是否会发生变化 通过六度链 做出您的预测 并赢取奖励 您的见解 为塑造政治信息的价值 做出了贡献 今天可以做什么 将您的6DC兑换为6DO 并加入内容博弈 预测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 赢取代币 与全球内容评估社区互动 现在开始您的预测 HTTPS DUO 6DUO Scott Wong说 具具智慧 字字经典 一页下话献亏 说 永远永远 不要去预测顶点在哪 点位在哪 对了 人家会说你是神 但也只是想从你这里得到好处 错了 人们对您的怨恨 将是铺天盖地 Liu说 这是晚霞 还是极光 Maya Boleyni说 HTTPS MP Wixen QQ.com SK7GKK HDRG KWSBCLW ZLFYG 他的诗 即使是译文 仍保留了一定的意境和韵味 在乱世中的沉默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狐狸哪里拍的 Scott Wong说 AI画得 极深沉的 一页下话献亏 说 哦哦 我还想问这里是中国哪里呢 想去逛逛 Liu说 画一只小活 瞪大的眼睛盯着漫天星斗 极光之起妙慢 脱苏帷幕 必须是白狐 喜极而泣 一页下话献亏 说 白狐生活在寒冷地区 冷呀 国庆去了一个游乐场 里面有冰雪事件 然后我明白了一件事 我不能去北方玩 太冷了 这辈子 雨雪无缘 燕子燕说 我是看了繁花后 坚定了进入股市的决心 一页下话献亏 说 为什么 什么逻辑 Fox说 刻板印象 一张是北京金山岭长城拍的 一张是东北某地拍的 不是我拍的 早上我姑老爷他外甥说 去看极光没看到 正好晚上我这一逛 看到别人拍的 所以发给他 极光 Scott Wong说 啊 我看着像AI作品 Leo说 你是不是应该叫声 表舅 喜极而泣 Scott Wong说 Fox 你可以做出这样的作品 Yaron说 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Fox说 以色列黎巴嫩恩周五 以色列军队向黎巴嫩南波纳古拉主要基地的连离部队维和部队观察哨开枪 造成两人受伤 两天内第二次发生此类事件 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很少做风景类的 非得买个老 主动权在我这儿哦 Scott Wong说 是该叫表舅吗 我都搞糊涂了 Leo说 我也不想呀 你自己说的 姑老爷外甥 四手五路七拐八拐 约等于表舅 甜点 说 我就等你发布真主党领导人重伤危险 海牙说 被套 也可以很舒服 杜蕾斯 Leo说 真主党人会如哨所 妄图潜逃 喜极而泣 甜点 说 老海 别落井头石 如果明天蓝部长没救他 他的华子周一要跌停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两天一百块 这就是市场的残酷 实际说 什么地方可以看繁华 有没有领寂 油管上似乎很多假的 Leo说 普通话版还是护语版 实际说 普通话 海牙 说 华子是哪个股 实际说 Tachiti B7 Ragov P 政治人万在 习近平万一代发 拜登确定竞争 习近平坚步接招 瓦斯克 自家出租 没有方向盘 也没有脚踏板 而古大变革是定制 理财产品一万亿元撤除北京紧张华街论坛里奇兴风小阳和平 Scott Wong说 老和 芝加哥的米尔斯海默教授在人大演讲为啥那么轰动 请介绍介绍 实际说 我没有看 昨天同事在说 Scott Wong说 华论刚讲完 实际说 我对这位教授也不是很了解 Scott Wong说 跟八零年代一样追逐学术明星 实际说 美国大学有一些著名教授有独特见解的 Scott Wong说 估计君涛很熟悉这位著名教授 实际说 这是美国很可爱的地方 Scott Wong说 好像大学对真学术还是那么饥渴 实际说 但是我对世界有多大能力 能洞察世界之变 并没有多少信心 甜点 说 北方划创 Scott Wong说 所以 我非常想听您对文科学者的看法 海牙 说 中国的文科 未必需要高明的见解 主要问题在于 缺乏常识 实际说 我比较多的看 西方对数字的分析方法 Scott Wong说 好家伙 365.50元 实际说 政治学 基本是教育 三明道说 马斯克这个无人驾驶汽车很新潮 每英里的成本 大约一美元 以后要降到02美元每英里 这是个里程碑意义的概念 有点像当年乔布斯 发布这个苹果手机 以后人们的出行 会有颠覆性的格型 马斯克机器人表演 也很精彩 实际说 与政治没有关系 经济学在光速变化 在公共事业之外 其中的花了几天时间 为思考 怎么恢复中国在 秦州 社会中的外星地位 利友说 抱歉何先生 原来以为很简单 手到擒来 没想到都不见了 油管上铺亭盖地的甲帆花 还是情有能力的 那谁谁来帮你找吧 Scott Wong说 是教育学 那哥大的教育系 都教啥课 师爷说 假的你我吃惊 利友说 小活儿 何先生叫你 师爷说 Scott Wong说 老何活眼晶晶 一眼看穿 师爷说 没有多大现实价值 利友说 小狐狸 应该找得到繁花 Scott Wong说 为何特斯拉股价 不升反跌 一页下画现亏 说 你是有会摄影的朋友吗 这图片构图 色彩 明亮对比 都好好哦 海牙 说 HTTPS 3w.ohdtv.comindex PHP VOD Play ID 5249141 MID 1.HTML 何老板要求还挺高 师爷说咋些 甜点 说 胡哥现在是不是一个 梅长苏眼的真好 鲜血在打赏吗 呲牙咧嘴的笑 师爷说 肯定有的 但博弈成熟一点 对于央行金融质变 在过去几个月的思想新知报 实际不少 甜点 说 李小鹏身为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笑得在地板上打滚 师爷说 美国担心 在危机时刻 中国可能会关低数据中心 或电信服务 经济学人 美国vs中国 谁控制着亚洲的互联网 美中在亚洲数字基础设施领域的竞争态势 中国研究院2024-1010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聊天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 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A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度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